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圈哥 今天您可真来着了 圈哥今天用猪心做一道好吃的 首先咱们准备一个鲜猪心 然后把猪心给它切开 切开之后,咱们放到水里边 把猪心里边缠鱼的血块 都给它清洗干净 要不这血块是非常腥的,朋友们 咱一定要仔细,好好清洗清洗 猪心里边咱们放入生姜 再放入大葱 放点高度白酒去腥 然后加入清水 咱们猪心勤泡20分钟到30分钟 这样能更有效的去除猪心里边的腥味 朋友们看,圈哥的猪心泡了能有30分钟 待会儿看这水 水现在还有血的颜色 证明咱这猪心泡到胃了 现在这种猪心咱们就不用焯水了 基本上没什么腥味了 咱们把猪心放入碗里边 放入生姜大葱 加入料酒去腥蒸香 精盐3克调底味 胡椒粉1克去腥蒸香增加符合味 鸡精2克提味提鲜 白糖1克提鲜增加回味 香叶2片 再放点花椒粒 八角两个 白纸一片 桂皮1个块 然后咱们加入清水 咱这水一定要没过猪心 好 然后咱们封上一层食用保鲜膜 放入蒸锅里边 盖上锅盖 蒸锅上气咱们开始计时 蒸45分钟 趁蒸猪心这功夫 咱们也不能咸着 咱把碗汁先兑了啊 咱把大蒜剁成蒜沫 好 放到盆里边 然后切点小葱花 好 放入盆里 码条里边咱们放入一勺辣椒皮 再放入一勺粗辣椒面 半勺生白芝麻 然后搅拌均匀 辣椒面里咱加点凉油 给它翻拌均匀 锅烧热咱们加入食用油 把油烧至六成半 倒气成热的时候 咱们关火 咱们浇在辣椒面上边 炸好的辣椒油 咱们放一勺花椒油 这少放一点点的香油 然后搅拌均匀 猪心粘好 咱们打开锅盖 然后关火 然后把上面打开 咱们把猪心剪到麻豆里边 让猪心自然放凉 蒸猪心的圆汤 咱们烤一勺 咱们放在碗里边 放一点海鲜酱油 提味提鲜 放一点陈醋 味精一克提味提鲜 白糖一克提鲜 增加回味 精盐加入一勺 然后咱们把这个汤汁搅拌均匀 把调味料搅拌至融化 好 这支猪心呢 已经自然放凉了 然后咱们切片 片尽量切的薄一点 把猪心的煸酒料 小片的猪心 放在盘底 然后咱把大片的 给它码上 一个压一个 然后咱把汁搅在里边 中间给它倒点汁 再把咱们炸好的辣椒油 搅在上面 然后咱们上边再放点小绿葱花 菜准好了 全哥先尝尝啊 没尝之前就是凭感觉 肯定好吃 猪心的口感非常的鲜嫩 味道咸鲜麻辣 那么好 四边到这里 一道椒汁猪心 就制制完成了 如果大家伙学会了 或者这道菜业能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能给川哥留下一个免费的站 支持一下 川哥在这里边先感谢大家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